各种鲜味在口腔里面爆炸的感觉 很想在海上吃的最好吃的一道菜 新鲜做的果然是不一样 味道方面还是很地道 好奇葩咪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我郎的频道 这期视频会分享一下之前2022年11月 我乘坐围京邮轮招商一吨号体验的 八日东南海岸文化之旅 行程中的邮轮冷食 首先要跟小伙伴们说声真的抱歉 最近因为实在太忙 所以这期视频脱更到现在才出来 在开启我们这次美食分享之前 还请各位帮忙多多点赞评论转发 让我的频道得到更多的加持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起来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先来分享一下 在船上可能去的最多的环球餐厅 在七楼船尾的位置 是自助餐厅 每天供应早中晚三餐 食物每天都会有一些微调 早餐来说它的品种呢 就相对于午餐还有晚餐呢 选择会少很多 尤其是我觉得它会少很多的 中国人很喜欢的那种热食当 粥粉面等等的 它比较多的是那种西式的餐点这样子 但它的出品还是蛮精致的 尤其我是非常推荐它们烘焙类的东西 尤其值得推荐呢 就是这个现做的华夫饼 新鲜做的果然是不一样 配上那个枫糖浆非常好吃 那在这么多的这个早餐里面 我觉得这个茶碗蒸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叫做海参茶碗蒸 光是名字又觉得就是非常的 有这个吸引力啊 我觉得调味是不错的 很有海鲜的那种香气 自小就特别喜欢这种罐头水果 所以能看到这么多罐头水果特别的开心 而且还有平常很少见的这个 糖渍的海棠 这一用餐是最随意的 不用预约也没有服装的要求 只要在开放的时间里面 都可以随便取吃 各种的冷盘 前菜 沙拉 热菜 刺身 寿司 甜品 水果等等 就像是走进了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做成肉冻 是山手 然后它配的是这个酱油 这个呢其实是白切鸡啊 能做成这样也是不得了 颠覆了我们老广的这个认识 果然它是有这个鸡油这个冻的 这里的这一部分 环球餐厅有时会有一些特别的主题 比如登船后正式起航的那个晚上 有地中海美食之夜 增强了海鲜的部分 环球餐厅 真的它的自助餐的出品 是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甚至是比在深圳室内很多 五星级的酒店的出品 还要棒 因为它们的食材的选择 非常的好 它的鱼生的食材呢 也是挺不错的 就是油脂很丰富 然后呢 它的解冻也是解冻的蛮好的 不会有那个冷藏的那部分出来 所以呢你感觉上在吃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呃刺身这样子 热荤和甜品也多了很多新的选择 想不到在地中海美食的这个主题的晚上呢 会看到有这个我觉得很想在海上吃的 四川的冒菜 能够在海上悠悠咸咸的吃这个火辣辣的冒菜 就这么看呢 还有闻起来 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嗯 它是足够香的 但不会是很辣 相信这部分也是会照顾到 我们南方朋友的口味的问题 想不到打连来的太快啊 既然我觉得它是后劲还很足的 后面还是很辣的 因为它的红油做的非常好 就是非常多 平常我们在街上吃到的那种冒菜 红油可能它成本的问题会下的非常少 所以呢 它的汤水会显得比较稀 它也就是红油呢 吃到后面还是很浓稠的 所以呢 后劲是蛮大的 还是非常非常的辣的 还有当晚的特调饮品 绿色的这个呢是含酒精的 这个红色的叫做红日的 叫是不含酒精的饮品 就餐的时间 还会免费提供红白葡萄酒和气泡酒 而咖啡果汁等软饮 就是24小时供应的 在游轮上面 其实比较多的游客都是上了年纪的 所以呢 在这部分 它也会照顾到我们长者的养食习惯 它的西家方面是烧 口味方面是做了稍稍的改良的 这里是整个游轮 让我最有惊喜的餐厅 因为一般过于印象都会觉得 游轮的自助餐不好吃 但这里恰恰相反 几乎每一样食物的水准 都超过了一些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 有某一些还属于做的特别好吃的 是属于那种主打自助餐好吃的 知名五星级酒店的水平 环球餐厅就是一个治愈系的存在 当你吃完其他餐厅 总觉得差点什么 又或者还想来个甜品或者水果的时候 完全可以走进环球餐厅 来一个完美的ending 游轮上有两间餐厅是只开晚餐 需要提前预约 并且有一定服装要求的 主厨的餐桌有固定搭配的菜单 分成了日韩主题和新加坡主题 每三天会轮换一次 所以八天的行程刚好两个主题都可以知道 最特别的就是他们餐厅呢 还有很专业的市酒的服务 他们对每一道的菜都会配一个的酒 比如说我现在摆着的这个红白葡萄酒 就是他们特别就是为他每一道的餐店准备的 就这么看呢 我觉得很像很多深圳很多的Omakase 做的那种开胃菜 你看这里好大一个鲍鱼 而且上面还有一点点的鱼籽 各种鲜味在口腔里面爆炸的感觉 整个套餐包括了开胃菜 前菜 汤 煮菜和甜点五道美食 每份菜单也会搭配三款免费的红白葡萄酒 第二道菜呢是一个前菜 是一个和风的沙拉 所以呢你看里面是有好多的海鲜 比如说是虾子啊还有鱼籽酱 还有这个来自澳洲的袋子 然后配上一些热带的水果 牛油果芒果还有一些蔬菜 这样子混合的一个沙拉 很清爽 做开胃菜真的是非常不错 我来试一下这个袋子 小鲁肉肉吃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要再赞的就是它 里面会有掺杂一些蟹肉 蟹肉比那个袋子的鲜味来得要更足一点 第三道菜呢叫做韩式小汤锅 那它是用韩式的大酱汤底 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些嫩豆腐 还有五花肉还有萝卜啊 或者是杂菇这样子的 好喝是非常好喝的 但就是它还像泡面的味道 就好像在吃那个辛拉面的那个感觉 然后它还配上了这个 然后它还配上了这个小薄翠 我想说也不小天 三十厘米吧这里有 然后它说可以沾着吃哈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煮菜是韩式烤鱼肉 也是我比较期待的 试一下它感觉是怎么样 呃 就这么切是不我想象中要 没那么嫩哈 可能相对来说会烤老了一点点 确实是烤得太过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调味还是挺不错的 肉已经显得有点柴 没有了很多的肉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及格吧 它主菜呢还搭配了这个辣白菜炒饭 就是烤肉再配这个炒饭 是不是瞬间感觉是像是回到了明洞 就那条街吃着烤肉的那个感觉 最后这道甜品呢 是抹茶芝士蛋糕配柚子冰淇淋 一般来说我就不喜欢吃抹茶的东西 但我刚刚偷尝了一口 它的抹茶味不是很突出 这点对于我来说是挺好的哈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他是很喜欢很浓的那种抹茶的味道 这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有很浓的那个芝士的香味 好我再试一下这个柚子冰淇淋 这有点像雪趴的感觉哈 一股柚子的清香 嗯 很酸 这拿来清洁口腔的那个 整一餐的这个味道是最好不过的 怎么办 我觉得最好吃的 是这个 就是这个虾片 嗯 另外一个晚上 试了一下他们南洋风味的新加坡菜单 然后他今天的菜单上面呢 也很像现在就是很多餐厅玩的那种 就是配上那种一摸紧 就是让你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菜色 今天呢我站到这个福气还挺幸运的 就刚刚这隔壁隔壁 就是有一桌很大的一家子在庆祝 为一个长者庆祝生日 哇想不到他是百岁寿星 来到游软庆生日 很热闹 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他的今天的这个开胃的小菜叫做软壳蟹 就是辣软壳蟹然后配着荷叶卷 嗯 他是软软的 已经被那个汁呢泡的软软的感觉 就是酸酸甜甜辣辣的这样的味道 他有点像那个已经是泡软了的天妇罗 就是天妇罗的那个虾 或者蟹的那种感觉 试一下这个荷叶卷 这个汁还蛮好吃的 嗯 他的汁有一点像那个 辣的pasta的那个番茄汁 在很多年都没能去沙发的情况底下 还可以喝到肉骨茶还算是蛮不错的 嗯 他说他是福建派系的一个药材汤 最大的感觉就是马来西亚那个会偏苦一点点 他这个的汤底会偏甜一点点 然后他的吃法方面呢跟大马的有所不同 就大马会有那个酱油膏之类的会配着 然后沾那些里面的汤渣 就是汤料一起吃的 极小科的是这个油条 这个是让我最火大的地方 原本呢 我是以为是一整条的油条给我的 因为你也知道我是非常喜欢吃这种油条啊 什么葱油饼之类的 好 我试一下这个带骨的这个排骨 是很软烂的 但是我会觉得它跟肉骨茶的汤 是有一种很分离的那种味道的感觉 也就是说我会觉得它那个排骨不够入味 辅助味道也是挺分离的 整个肉骨茶汤我觉得最好吃的 是油条的 海南鸡饭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道南洋风味的菜系 做成了鸡胸肉跟鸡腿肉的两部分 但是呢 我相信对于很多广东的朋友来说呢 他们不喜欢吃海南鸡饭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不能啃骨头 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棒 调味盘里面呢 是做成了像那个画画里面的调色盘的感觉 我在这家餐厅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应该是 也是最正常的 鸡肉饭也是不错的 原本我还是很期待这家餐厅的 也算是官方宣传和其他一些KOL 会主力推荐的卖点之一 实际体验下来是觉得仪式感要大于出品的质量 确实这家餐厅很适合约会 或者一些特别的日子过来吃个气氛 但就食物的美味程度来说 跟我原本预期的会有比较大的螺差 甚至有些食物的出品 还不如环球餐厅的自助餐 无论你有没有中餐位 我都很推荐你在船上要来试一下中餐厅 出品还是蛮有惊喜的 中餐厅也是每天提供早中晚三餐 不用预约没有服装要求 早餐提供了一个套餐的菜单 当然也可以单点 最绝的就是无限量供应 而且点心的质量做得真心不错 有母几款完全不输知名的粤菜餐厅出品 在中餐厅方面每天早上 他会供应我们广市的早餐 虽然品种不多 但是卖相还挺精致的 有我们广市的这个蒸排骨 今天他没有下饺有这个烧卖 也是我们广东的一中两斤 当然还有我家乡就是顺德的白糖糕 软糕糕的有点湿 他跟我们平常喝茶吃到略有小小不同 外皮是很薄很松脆的 但是它在那个薄脆的外皮底下 还有一层是像那种没有炸过 那个春泉的那层皮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两层皮这样包裹的 味道方面还是很地道的 肥瘦很得宜 作为一个老广来说 我觉得它的蒜蓉跟豆豉 可以再加多一点点 就这么看这个卖相的话呢 还不错 但是我就觉得它的虾仁的部分 是实在是太小了一点点 肉质部分还不错 但是我会觉得它肥肉的部分 可以用多一点点 我们广市的这个烧卖的精华所在 就是里面会包了很多的一个肥肉 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汁水 但是这个汁水可以稍微欠佛一点点 最后我来试一下 他特别推荐的这个脆皮蛋挞 值得称赞的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皮 是用了我们传统的那种蛋挞皮 而不是那种已经改良过的那种西式皮 这个传统皮做的很酥脆 就是里面看的到时候有很多层的 最近也是很少吃得到这么酥脆的皮 也当然是因为它是新鲜出的关系 然后它的蛋浆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很香 然后蛋味很足 在海中间能喝广市早茶 也算是人生清单中很奢侈的一件事了 午餐和晚餐提供的也是套餐的菜单 可以从冷菜、汤、热菜、主食和甜品当中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全部都要 也是无限量供应的 所以习惯的一道菜后面还可以无限encore 虽然说是套餐 但是它每样的食品光看卖相 就已经是觉得很吸引 然后做的还是蛮精致的一样的东西来的 这个是两人的分量 所以我说是刚刚好 就可以给你品尝到这个味道之余 也不会吃到太称的这个程度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汤 猪竹子汤 这应该说是广东人的猪章汤 里面还有一些红枣啊 胡萝卜等等的 哇 天好好喝 广东人真是离不开汤水 就这么看呢 这个麦香还真的很不错 就是炸得非常的透 然后呢 也不会很油的感觉 天啊做的太好了吧 完全不油 而且很酥烂 它外皮是脆脆的 然后呢一口咬下去 你看这个骨肉分离的状态非常好 特别的推荐 今天是红闷羊肉 我觉得它还是保留了那个羊肉的一些嚼劲在里面 不至于完全炖的很烂的那种 但是当然以我的口味来说 我是喜欢炖的更烂的那种 是跟广式的那种羊肉包的调味不一样 因为呢广东那边的羊肉包呢 一般都是下好多的那个腐乳 或者是褚猴酱在里面去闷的 对于广东人来说 好像是缺少一点灵魂的东西 不过还是好吃的 它没有我平常吃到的水煮鱼片 那么强烈的一股香气 上面还是蛮多的调料的 还有芝麻香葱啊 干辣椒粉啊 嗯 还有一些磨碎了的应该是花椒之类的东西 还是挺滑的 中餐厅的菜品每天都会有调整 整个行程中 我吃到过粤菜 川菜 闽南菜 本帮菜等菜品 也是属于给了我很多惊喜的餐厅 因为出品实在太好 完全不输点评网站里面的高分餐厅 再来分享一下邮轮上客房的送餐服务 客房送餐24小时都有 而且我当时的行程 这种送餐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哇塞 它这个房间送餐的汉堡超夸张的 你看这个料 非常的扎实 好厚好厚 这个尺寸我觉得是麦当劳 或者是那个汉堡王 应该是有两倍的这个厚度了 安格斯牛肉饼的一个汉堡牛肉 好啦 无客气啦 哇 嘴巴好像不够大 天呐 很Juicy的感觉 房间点餐的话一定要点来试一下 今天晚上又叫宵夜了 这个是叫做菜单 双饱汤 其实呢 它里面菜单的东西还蛮想吃的 但是实在是太饱了 就是拿一个甜品来做一个收尾吧 很浓稠的感觉 红豆都打成了红豆泥 嗯 很香的陈碧味 不太甜的这个糖水 在宵夜吃到这个也不会太罪饿 它就曲奇上面撒了一些些的开心果碎 配着红豆沙吃这个甜度刚刚好 分享一下游轮上的意大利餐厅 一进门就可以感受到 跟其他餐厅不同的装修风格 就好像是在米兰的某一家人气餐厅 同样的也免费搭配了 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红白葡萄酒 它是分成了很多道的菜 比如说是我们的开胃菜 还有汤类 然后呢是分成了第一道主食 第二道主食这样子 一般来说呢 在意大利也是第一道主食呢 会吃鱼啊 或者是吃一些肉类的 第二道的主食呢 我们会吃一些比较 灯头的一个 就是主食类的那个意面 最后一道呢 我们是吃一些甜品这样子 那餐前的小吃呢 它还有这个烘焙类的一些面包 一如既往的 我觉得就是传商他们的烘焙类 还是做得蛮不错的 今天我的开胃菜呢 是这个海鲁鱼生鱼片 搭配这个柑橘醋 这块竟然有骨头 我觉得它调味还是很不错的 不会太强的这个生鱼片 它原来那种鲜的味道 但是如果是比较重口的朋友的话 这道菜可能会需要加一点点胡椒或是盐 这款酒呢 它是有很多热带水果 还有那个柑橘类水果的一个香气 所以呢 搭配这个开胃菜非常的不错 好 我的第一道的主菜呢 是这个柑橘菌风味烤牛排 其他牛排呢 有两种 一个是我现在的这个 可以自己挑这个熟度的这种 另外呢 还有一个牛小排 不能够挑那个熟度的 因为它是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 就是把它锤打过这样子的 脂肪部分还是OK的 它应该是横切面再绿热坚果一下 但它中间部分呢 还是挺符合这个无成熟的这个标准的 我的第二道的主菜呢 它是这个大虾胡瓜天使意面 就这么看呢 哇 这个大虾的size还是蛮惊人的 就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虽然它是去了壳 它的肉质还是保持它的Q度 跟这个弹牙的这个程度 你配上这个胡瓜吃的时候 这种大虾的这种大块肉的 这个油腻感给去掉 好 来试一下天使意面的部分 隔了一段的时间我再吃 然后试一下它现在的这个口感会怎么样 嗯 它可能是在迁就中国顾客的那个口感 我稍稍会觉得它的意面是过于软了 就是稍稍太过了细腻一点点 如果是保持嚼劲的话 我会觉得更喜欢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家餐厅的 出品很不错 口味也是经过了改良 中国味的朋友不会有吃不惯的情况 如果你的行程只能选一家预约的餐厅 或者房间的约权利只有一次的话 我是非常建议你来试一下意大利餐厅 从好吃的角度来说 是完胜主厨的餐桌 航海日的下午和晚上 很推荐你去一下探索者酒吧 这里属于船头七层和八层的位置 可以说是前进方向视野最好的地方 早上中午和下午茶的时间 会提供北欧风格的茶点和小吃 很多人都会推荐这种现烤的华夫饼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里各种的三明治 尤其是蟹肉和烟熏三文鱼三明治 说起下午茶 还可以去船上的池盘烧烤和冬季花园 这里都有提供面对海景落地窗的躺椅和沙发 冬季花园提供的是非常有格调的英式下午茶 除了有免费的精品茶叶可以选择 还有三层式的咸甜下午茶点心 通过这次体验 我发现游轮好不好玩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整个行程中的美食是怎么样的 当然硬件设施和娱乐项目也很重要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吃货来说 吃上好的美食 心情也自然好到爆 尤其游轮上每家餐厅的服务都超级贴心 超级有水准 仿佛就是米其林餐厅服务的存在 这种被无微不至的照顾到的感觉 在度假中真的很重要 好了 这次2022年底 游轮行程的美食分享就到这 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更多慢生活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留言转发和订阅关注 又或者一键三连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猫五郎 我们下次行程再见了